大家好 我是小熊 春天来了 外面处处都是鸟语花香 小鸟们仿佛告诉着我们 春天来了 要开始干活了 春天也是假节的好季节 等下我就要去我大叔家 弄一点上等的果树来假接 现在到的是我大叔家的后院 它们家有一棵很好吃的石榴树 找个比较好一点的树枝 我大叔家还有一棵比较神奇的梨树 这个梨树不简单 它左边这个树枝的梨 跟那两边的树枝的梨就不一样 这个梨叫绿皮梨 它是绿皮的 就是绿色的 然后中间这个 中间这个大的树枝 这个梨它又是一种的 那个梨是叫沙梨 然后那边树枝的梨是那种 皮是黄色的 我现在各拿一种回去嫁接 因为我们家的梨不好吃 也特别小 没有 这个就是沙梨了 现在要开始接这个石榴树 这是刚从我大叔家里拿的那个好的石榴 因为我们家这个石榴是比较小 就不好吃 树子也要开个口 差不多可以插下去就行了 然后把这个树枝插下去 我之前准备好的这个 这个塑料袋子 把这个再把它封好 其实今天我这个假节也是刚去请教了一下我大叔 他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去山上 就是去嫁接 找点好多果树 让它嫁接到一些野的 野桃子啊 野梨子啊 每年自己家里都会嫁接 今天特意给它学了一点 这样把它包起来是防止这个水分的流失 因为它刚接上去的这个萌芽 它要有充分的水分来养活它 所以就把它包好 就这样就差不多了 这个梨树一点都不长 它每年都长一两个 或者有些年它一个都不长 所以这个就把它重新嫁接一下 就是一个肠色的 我觉得都没有出来 就像这样一样 都比较水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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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秀 我爸 dan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棵是柚子树 我为什么要接这棵柚子树 因为这棵柚子树 这么小就已经长柚子了 长了好大一个 旁边这棵是野柚子 我把这个好的接到那个野柚子上去 就拿这一棵 果树今天就嫁接到这里 等这些果树要长出果实 还要等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到时候欢迎大家来我们家吃水果 我是小薰 我们明天见